《万千声辉》颁奖典礼2022会在1月8日举行 经过一轮投选后 大会这日公布16个奖项的10强名单 剧集《下流上车族》成为提名之冠先声夺人 有分入围的艺人陈山聪、刘蕴船、陈盈、陈伟 戈美尔、郭柏妍等也有延伸拉票 传承最关注的事帝事后10强人选出路了 最佳女主角有今宵大客户李思华 同时爱上李高海宁、回归陈伟 白色强人意胡定欣和张希文 《痞子殿下陈盈》 《美丽战场》刘蕴月 《下流上车族》江美儿童爆起症 《超能试者》唐施荣 今年正正是我加入TVB的第10年 很开心一直以来都很多很多的机会 而且之前也有过6次 加上6次的女主角的提名 所以我在这10年里 我由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然后慢慢地爬上来 然后得到很多不同的剧集机会 不同的角色 有很多支持者 还有得到这么多人支持我投我票 我觉得很开心 谢谢公司给这个机会 我做到《车太》这个角色 那这部电影 我相信在这个时间 给了很多欢乐给大家 我不敢邀功是我的功劳 但是这次在《最佳女主角》 当然每一位都是一个很洁出的女主角 但我觉得这次可以和爆姐齐名一起竞选 我觉得我已经赢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我最佳女主角 可以交换到最佳剧集这个奖 韦哥的《回归》我也有看过了 美姨姐的《笑额上西座》我也有看过 当然我也有看过你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 和三位这么好的女演员一起 站在这里已经觉得很榮幸了 谢谢 而最佳男主角十强 包括《青春不要念》丁子朗 《金蕭大厦》二陈山聪 《回归》郭俊安 《白色强人二》陈豪和马国明 《匹指殿下》周家乐 《下流上车轴》林敏聪 《超能试者》陈展鹏 《法政先锋五》黄中宅 和《轻功》黎耀祥 我想大家都知道 《金蕭大厦》是我的人生的代表作 也是踏上男主角的第一步 2019年凭着《阿蕭这个角色》 可以打入五强 三年后,《金蕭大厦》二再回归 又凭着这个角色可以打入十强 对我来说已经很开心 我相信1月8日应该没什么机会 所以在这里要多谢一些人 我要多谢曾先生,多谢你 多谢小姐,多谢佳道 多谢珍姐 还有多谢我的好巴打 这回事不简单 怎样呢 几年前的最佳男配角 现在就是最佳男主角的候选人 不是…是…但不是… 始终都是什么 但是… 在这里我真的很想多谢所有… 多谢所有疼愛我的人 给我的机会 多谢曾先生,多谢罗小姐 多谢珍姐 多谢你们一直都很看我 很让我去试试不同的事情 所以这里我想多谢… 刚才没有多谢监制Andy 多谢我的拍档门 多谢制作团队 因为大家拍《喜之殿下》的时候 真的想生下海 真的有一个全新的体验 不是玩的 是…是玩着来认真的 只剩刚才说我们拍的很认真 而我们真的是 是拿一条命出来拍的 因为常常都… 日晒雨淋然后翻厂冬 然后再日晒雨淋再翻厂冬 那我们的休息时间… 不是,虽然我们吃饭时间 我们休息 我们休息时间真的是我们休息 所以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获益良多 我也觉得自己的进步空间真的很大 因为我觉得这里远远未及 但是在走向那个方向 我会继续努力的